而在台北捷运善岛寺附近 有一间人气相当旺的平价鲜鱼汤 经过快50年的摆摊生活 这几年终于搬进了明亮的店面 依然维持早上7点就开门的习惯 让客人一早就可以喝得到 他们的招牌鲜鱼汤 用整尾无锅鱼现煮 吃起来肉质细嫩 没有土味 以姜丝跟九层塔 称出了最原始的清甜 平凡美味再配上一碗炒面混米粉 一次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口感 淋上了肉燥更咸香 内行人还会淋上了乌醋辣椒以及扇汁 吃起来更加的过瘾 来 大桌外侧两位 麻烦你谢谢 先请坐 一个鱼 一个大面 一个中米混 我已经从旧的巷子那边 吃到现在三十年了 儿子在旁边帮妈妈这样子 现在是儿子 现在一样是帮他的爸爸 什么样的魔力 让老主顾吃了三袋 而且一大早的时间 整间鲜鱼汤店竟被坐满满 你不会觉得好像仪式场 那个腥味很浓 处理得很好 而且又干净 人家来都是吃一碗 我一定要吃两碗 一定要吃一碗 一定要吃一碗 我就早午午餐就OK 只有姐姐很快乐 一个礼拜大概会来一次 因为早上能够喝到热汤的店 其实蛮少的 所以有时没事 我就会过来 走过来喝一下 来两条鱼小混中混 你们两位吗 稍等一下下 就点他们的招牌鲜鱼汤 炒米粉还蛮入味的 加一点肉燥 简简单单的吃起来很舒服 一碗鲜鱼汤 搭一盘炒米粉面就是标配 台北捷运善导寺站附近的 这间人气鱼汤 已经有将近50年的历史 三年前 从老摊搬进明亮店面 依然早上7点准时开门 让客人能够套杂喝汤暖暖身 你看我们早上非常满 今天用了两个 今天早上准备的 这鱼都是当天的 现杀的 他早上一来是两点多 鱼一半就到了 然后他要处理 处理好再给我们 然后趁着新鲜赶快卖 第二代老板李月凤 坚持用新鲜的台湾鲁 为了避免土味过重 他凌晨五六点就开工 得仔细再次清过 内脏和鱼鳞 是从这边开始刮 然后这两个塞 这个地方也是要 那我们杀得很干净 你看每个条 阿姨不是因为你们来 我才杀 我每一条都是这么干净 李月凤一天得处理 超过200只鱼 长年下来 手部慢性拉伤 他还是坚守岗位 只为让客人吃到 最干净新鲜的鱼货 搭配的大骨汤 一样天天现熬 我们的大骨汤就是一直 从早上开店之后 其实就是一直 持续的大滚滚到现在 就是会滚到开店完结束 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都是每天 都用猪大骨去熬它的汤 每一碗鱼汤 都是现点现煮 不需过多调味 只加点姜丝 就让整尾无锅鱼 肉质细嫩 没有恼人的土味 姜丝九层塔 乘出鲜鱼汤最原始的清甜 简简单单的平凡美味 就令人满足 因为它的鱼很新鲜 然后这个大小 就是非常刚好 也不会说太大太小 是因为很饱 或是吃不够这样子 好滋味已传三代 平国66年 第二代老板徐应兴的妈妈 从隔壁的小巷子摆成起家 当时的妈妈跟大哥一起坐 当时我还在当兵 等我当兵回来 68年当兵回来 我是继续承接下来 一天差不多卖四五十条 三四十条鱼 就慢慢慢慢一直增加 那个七几年 大概八十年多 那时候一天多 将有三百条的质量 因为鲜美又嫩的鱼汤好品质 老摊打出了口碑 四年前碰上拆清问题 加上儿子徐兆青的提议 不想再让客人风吹日晒 休息了七个月后 他们决定搬离四十多年的 路边谈原址 也跟我爸妈讨论了非常久 说假如我已经认真要接了 我要认真坐下来的话 那我希望可以做得更长久 那我就说我要 我们要搬到店面楼 徐兆千十年前 辞掉高薪的系统工程师工作 回家接班 没想到迎接她的是 各种两代的摩擦 不管是节省人力的一个状态 不管是更便利更SOB化的任何东西 那都是我们慢慢在追求的 所以在这个两个的沟通上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冲突 面对观念的不同 只能不断沟通再沟通 做所有炒面炒米粉的基底 新鲜猪油自家炼制更放心 剩下的猪油渣也不浪费 继续用来做牛肉道 我们每天早上的新鲜的绞肉 肥瘦这样子相间一样 然后自己把它炒 然后炒到 基本上七八分熟的时候 就下去让它吸它的高汤的味道 慢慢的煮 慢慢的煮到它味道会更进去 吃进去一点 然后它原本猪肉的肉炸的猪油 也会慢慢的释放出来 肉灶慢慢卤上两小时 再放一坨入味 就能搭配古早味米粉 面条一起享用 这个面的方式比较偏 也不是说偏南部或什么 它就是很传统的一个 就像小时候吃的那种 猪油拌饭的那种面体 其实就是基本的 猪油拌面的这种方式去 然后再经过蒸 让它的味道更融入进去 还冒着白烟的白面条 连上香气四溢的米粉 再放入豆芽 卤肉燥 创意发响的米粉加面 一次能尝到两种不同口感 米粉面吃来Q弹不油腻 淋上肉燥更加咸香 内行人会淋上乌醋 辣椒和自助蒜汁 口感湿润 尤其辣椒逼出本身的香气 越吃越过瘾 我都是吃那个混搭 就是米粉搭面混在一起的 因为可以吃到米粉的口感 跟面的口感 会混在一起很特别的 这里的石井汤面 是除了鱼汤和米粉面之外 最受欢迎的品香 里头吃得到猪肝 赤肉 花枝 蚵仔和下水 料多丰富又新鲜 搭配的面条不会过烂 满满一碗超级满足 花枝是会脆的 又不是软软的那种是脆的 我觉得蛮少的芥皮汁 就是很新鲜的汤 哈啰 单独一位先生 来 请进 来 抱歉 终于粉大混 所有东西食材 控制在自己手上 你也可以控制它的品质 主要我会会教我们 做什么东西就是要坚持 东西要干净 你自己敢吃 你才可以卖客人 放饭喘息时间 夫妻俩满足地 吃着自家做的汤面 他们50年如一日 所有东西 是自己来 路边摊时期的活力生猛 丝毫未见 来这点盘面 再配碗鱼汤 吃尽了人情味 也一同见证 老摊心起点